黃國昌的國會助理 臉色凝重 雖然驚險過關 但實力堂堂黨主席 不同意罷免票數字慘烈 該如何母雞帶小雞 如果他要當一個 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不如 可以考慮辭掉黨主席 甚至辭掉立委 據了解黃國昌面臨罷免 一度還精算 希望藉由直球對決 衝高募款和凝聚能量 擴大時代力量版圖 還棒話 明年要在54個選區 提名議員參選人 不同意票只有一萬多票 看起來民進黨的票 是沒有出來的 所以等於說大綠小綠 是不是會合作 我覺得實在是一樣 要重新再來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你身為黨主席 你自己又被罷免 然後同意的票數就這麼高 那你將來要怎麼樣 當作母雞 來率領這群小雞來奮鬥 讓我們再贏一次 再贏一次言由在耳 但票數背後 卻是差點被罷免 支持者冷漠到只催出 四分之一的選票 黃國昌在實力的領導威信 備受挑戰 就簡直實力黨 已經變直 如果他變直成為一個 我稱之為 國運昌隆黨 昔日戰有退團的警示應驗 時代力量沒有國運昌隆 主打招牌反而迅速退色 罷免沒成 但黃國昌成了博角立委 也提前重創 時代力量擴張得如意算盤 記者綜合報導